华尔街表示,投资者大幅增持股票,投资者信心大增 美联储官员齐放歌,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新裂痕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风歌带你玩赚美股 2024年8月19日盘后分析 美东时间8月19日,市场等待本周即将举行的世界央行年会 美联储官员齐放歌,美三大指数集体收涨 英伟达大涨超4%,最近6个交易日已累计上涨超24% 部分喉豆概念股狂飙,Virex Biolabs暴涨近142%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周一发布的调查显示 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新裂痕 报告就业的人数减少,求职人数激增 对薪酬的不满情绪上升 调查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在恶化 仅88%的人继续工作 失业预期上升,寻找新工作的比例达到历史新高 在工资方面,满意度下降 特别是在女性、无大学学位者和低收入者中 全职工作的工资报价下降 而接受新工作的最低工资要求上涨 预计在62岁后继续工作的比例上升至48.3% 这项调查正值美国劳动力市场疲软之际 失业率升至4.3% 华尔街和美联储密切关注劳动力市场动态 鲍威尔在即将举行的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讲话 可能会影响未来政策走向 美联储在关键时刻发出了重要信号 旧金山联储主席玛丽戴利表示 美国通胀已得到控制 现在是时候考虑调整借贷成本了 与此同时 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警告 不要过度解读企业价格上涨对通胀的影响 并澄清提高关税的通胀影响 全球市场正密切关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年会上的讲话 分析师警告 如果鲍威尔没有强化降息预期 市场可能会出现剧烈波动 德意志银行的资金流动数据显示 上周全球股市反弹后 投资者大幅增持股票 标普500指数连续8日上涨 创去年11月以来最长连涨记录 德意志银行在报告中指出 市场从大幅抛售中迅速复苏 全权委托基金管理公司上周持仓大幅增加 超过平均水平 资金流入指数齐全 大型科技股 周期性股票和防御性股票 同时波动率控制基金和趋势跟踪投资组合 也大幅增持股票 全球股市在暴跌两周后 投资者信心迅速恢复 日元升值导致日本股市出现自1987年以来 最剧烈的单日抛售 超大市值科技股也大幅下跌 CBOE全球市场部表示 美国股市已在短短两周内全面复苏 上周全球股市创去年11月以来最佳单周表现 波动性减弱和强劲的美国经济数据 缓解了衰退担忧 本周一标普500指数再度上涨 接近历史高点 Federated Hermes全球股票投资组合经理表示 市场回暖存在力用价隔波动的机会 Capital Economics首席经济学家指出 即使是长期空头也难以再进气数剧中找 导致持经济衰退的理由 债券市场上美债收益率涨跌互线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 投资者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降息 美国银行的调查显示 大多数信贷投资者预计美国经济将实现软着陆 且通胀放缓不会引发衰退 地缘政治和央行政策失误仍是主要担忧 本月市场动荡反而加强了投资者对金发女孩宏观环境的信心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股三大指数 美股三大指数齐齐大涨 那斯达克指数大涨1.39% 真的让人非常兴奋 那么视频开头我也说到了 投资者正在大幅增持 资金的流向也表明了 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散户投资者 都在大量的买入 所以在美股大幅下跌以后 很快又被拉了回来 最终那斯达克指数是上涨1.39% 指数来到了接面线短矩线和长矩线第一条线的上方 现在也是占我了环境风险61.8%的一个上方 整体走势真的非常不错 那么价具到底怎么走 很多小伙伴也非常关心这一点 其实我已经是说过了 中长线来看 美国经济是一直向上的 美国经济一直是在增长的 在发达国家经济体当中 美国经济也是成长最快 发展最好的一个经济体 所以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经济的韧性 再加上美元的国际货币的地位 所以整体 如果美国经济始终增长 那么美股应该也是增长的 也是向上的 可以说短线或者是一年之内出现下跌 一年两年出现下跌 但是整体美股美国经济都是向上向好的 所以大家如果你是一个中长线投资者 就无需过分担心 但是很多投资者都非常在意短线的一个收益 如果说到短线 那真的是很难判断 就像前面富国银行所说的 我们将迎来就是美股的大幅的震盪 大幅波动的一段时期 虽然就是美股现在涨势非常好 但是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大幅的一个下跌 这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一点我要提醒大家 虽然美国经济始终向好向上 但是其中也有爆雷的因素 就像前期从就是那斯达克指数 从18671点跌到最低 是15714点跌幅非常大 而且非常快 但是随后呢 又大幅上涨 这一波的下跌很明显 下退了很大一部分的散户投资者 我们再来看一下 道求斯指数是上涨0.58% 指数来到了40896点 离前期的高点41376点 其实已经是非常接近了 走势也是非常不错 大家可以看到 在前期大幅震荡以后 现在也是完成了一次漂亮的回抽以后的 再次的启动 我们再来看一下标普500指数 离前期的高点5669点 已经是非常非常接近了 现在也是来到了5600点上方 一下子从就是5100点左右上涨到5600多点 涨了整整500点 差不多就是10%的一个上涨 跌差不多就是跌了10% 涨又涨了回来 所以整体每股三大指数的走势 真的非常令人欣喜 我们再来看一下SPY 标普500的ETF 那么很多小伙伴也是买入了 这样一支的标普500的ETF 我也是非常欣喜 这样一支标普500的ETF 是适合大多数的散户投资者的 因为标普500指数的ETF 其实是最好的500家美国的上市公司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年K线图 今年以来标普500指数的ETF 已经是上涨18.48% 这样的一个涨幅你还不满意吗 说真的应该是太满意了 大家可以看到 23年它也是上涨26.18% 只有在22年出现了18.17%的一个下跌 所以从年度来看 你能够很好地享受到 标普500指数所带来的收益 而且标普500指数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迎来了一个光头光角的阳线 几乎是光头光角 离前期的高点565块 已经是非常接近了 最终收盘是收在559块6毛1 所以标普500指数 大家可以放心地长期持有 我们再来看一下QQ 纳指100的ETF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年K线图 今年以来也已经是上涨17.86% 前23年是上涨54.86% 可以说QQ是纳指100家最优秀的公司 它的涨幅也是非常喜能 现在呢 完成了回抽以后 又重新站回到了 又重新站回到了 黄金服务线61.8%的一个上方 那么现在的点位 差不多也是在前期这边的高点左右了 离前期的高点503块 也是非常接近 所以像SPYQQ 大家可以中长线的持有 我们再来看一下罗素2000的ETF 罗素2000的ETF 那么是中小盘股票的一个ETF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涨幅就小了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年K线图 今年以来是上涨多少呢 上涨7.79% 涨幅还是比较小的 可见就是很多中小盘个股 它的一个涨幅是非常小的 所以这也是其实是后市 大规模的全面上涨的一个基础 因为很多股票其实涨幅并不大 IWM 现在也是回到了 节目线短区线和长区线 第一条线的上方 离前期的高点228块6毛3 也是越来越接近了 那么视频开头我也所说了 就是美联储9月降息的概率 可以说是板上钉钉 美联储进入到降息周期以后 那么像IWM罗素2000的ETF 我个认为可能它的一个涨幅 会高于SPY 高于QQQ 大家想想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们再来看一下AMD AMD是大涨4.52% 那么大家都知道 AMD和英伟达分过都持有 AMD持有量还是比较多的 英伟达少一点 那么有小伙伴问我 到底是买AMD呢 还是英伟达呢 那么从我就是持有AMD和英伟达的两个角度来看 我只想说一句 AMD可能连给英伟达提携的资格都不够 这句话可能说的比较难听 但是从就是两家公司的对比来说 这两家公司可以说没有可比性 英伟达它是一个就是生态系统 它不单单只有就是AI的算力芯片 它有软件来配合 当然各大科技公司也在就是适配AMD的AI芯片 但是 英伟达它很好地适配了自己的AI芯片 通过软件整合成一个生态系统 可以发挥英伟达AI芯片的 可以说百分之百 或者是百分之两百的算力的性能 所以大家更愿意买英伟达的算力芯片 而从两家公司的市值上也可以看出 英伟达的市值高达三万多亿 而AMD呢 它的一个市值只有2500多亿 可以说仅仅是英伟达的一个零头 连它的十分之一都没有到 大家想想是不是 不知不觉英伟达已经来到130块 是上涨4.35% 离前借高点140块7毛6 已经是越来越近了 大家都知道 我一直说一句话 就是英伟达现在的股价是白菜价 这句话我已经说了很久很久了 很多人可能只是听听就罢了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英伟达的股价持续上涨 那么有人想比较 英伟达和AMD其实没有可比性 没有可比性 AMD给英伟达提携的资格都没有 英伟达它的一个AI算力芯片 在配合上的一个软件系 可以说形成了一个 硬件到软件的一个生态系统 可以说是一个闭环 就像苹果它的一个生态系统一样 再加上各大科技公司 很好的就是适配了英伟达的AI算力芯片 所以你想去重新适配AMD的算力芯片 可以说所发花 花费的成本是非常高昂的 所以现阶段 英伟达还将大幅上涨 当然AMD也会大幅上涨 但是上涨的就是涨幅的大小 我个人为是远远小于英伟达的一个上涨幅度的 这也是我从就是长期持有AMD 和近阶段不断买入英伟达后 所产生的两种的效果 所深刻体会到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拼多多 我前面也说了 中概股可能是我们远远低估的一个板块 而中概股当中的拼多多 京东 我个人为是两只先行股 特别是拼多多 它的成长性真的是太好了 赚钱的能力太强了 所以拼多多 现在的股价151块 我个人为还有大幅上涨的可能性 对了 还有一只股票 那就是以兴行运 不知不觉 以兴行运上涨16.74% 但是出现冲高回落 还是令人比较遗憾的 但是大家也不必过于着急 就是以兴行运有可能还会掉头向下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以兴行运是成交了6.2亿 对于其中的 庄家来说 可以说是赚的盆满钵满 这就是周期性行业 在周期的底部 你去买入 可以很好地获得超额的利润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点赞 谢谢